当发生火灾时, 未有透过火灾危险等级, 了解火灾的危险程度。 火灾危险等级非常重要, 等级越高, 表示火灾的危险性越高。 市民应该将火灾危险等级 作为采取行动的提示, 维多利亚洲现时有9个20火灾影响, 或潜在地区。 每个地区每日都会发出火灾危险等级预报, 并提供未来4日预测, 第一级为中等, 代表大多数火灾都能够受到控制。 第二级为高, 代表火灾可能具危险性, 市民应该准备采取行动, 最安全的方法是避开前往火灾高危地区。 第三级为极高, 代表火灾将会迅速蔓延和极具危险性, 市民应采取行动保护性命和财产。 如需要前往或途径火灾高危地区, 市民应考虑改道或放弃前往, 最后一级为灾难级, 代表一旦发生叢林大火, 都会迅速蔓延并且可能导致人命伤亡。 市民在这段时间应远离火灾高危地区, 因为大多数房屋无法抵抵抵灾难级的火灾, 市民应在当日早上或前一日夜晚, 前往较安全的地方站备, 以保障自己的安全。 如果你居住的地方、工作地方或旅游途径地区为火灾高危地区, 请了解更多你所在地区的天气状况和防火措施。 养成每日留意火灾危险等级的习惯。 最安全的方法是任何火灾开始蔓延前尽早撤离。 记住密切留意火灾警告及最新消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